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大家又是好久不见啦 我们今天来教的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袋子 就是呢 它这个虽然看起来就是一般的袋子 它是六片底的袋子 那可是呢 我们做了一个斜线的这个裁剪 虽然这个袋子呢 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呆板 然后呢 感觉比较有律动性 而且经由布料的剪接变化呢 你也会觉得说这个线条的那个 就会展出这个线条的这个剪接的这个美感 好 那在这个六片之中呢 我们其中三片就放了口袋 好 那当然如果你要全部都口袋也不是不行啦 只是就 并做没有什么意思 好 所以这个口袋呢 我们可以放手机啊 放那个小的东西啊 还是面纸啊 还是什么收具什么有的没的 还是那种钥匙有没有 你要出门刚好先丢着 等一下开了之后我们再把它收进去 就锁了门之后有时候 你随手要放的东西都OK 那它这个袋子呢 整个的这个六片呢 是一体成型的 所以呢 这六片每一片都是一体成型的 所以它袋底呢 是跟它的这个袋身呢 连在一起 好 所以感觉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比较 感人比较不一样 那因为这个版型的关系呢 它的袋身 这个肚子的地方会大一点点 然后袋口呢 是比袋身 比这个袋身的这个肚子呢 袋口又小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制图如果你们要自己 我还是会把那个图片拍起来分享给你们 可是因为它的那个形状是太奇怪了 我没有办法去把它标示出来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要制图的话 你们要记得就是说 你们的左边这条线跟右边这条线 要能够把它接起来为原则 那六片的这个袋底 我们以前教过怎么样去取这个六片的这个直角 有很简单的方式 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六片的那个袋子之前教过 那我就不再重复说 那总而言之呢 你把它用像这样花布呢 就用点点像这块是防泼水的布料 所以它就比较耐脏 那防泼水的布料以前我讲过 你水弄上去它是不会直接吸进去 所以它就会比较耐脏一点 那用这样点点跟素面的结合 或者是呢 你要做全部素面同色系 比较不会失败就同色系 那如果你要是比较跳色也是可以 那这个是咖啡色系 很像那个摩卡咖啡 看起来就还蛮想吃东西的这种色调 那也有人说是珍珠奶茶 可是我就是觉得说 像这样子同色系的这个素面的 你也可以做剪接去配色 那当然你的口袋也不一定说 我卡齐就要配卡齐 咖啡就要配咖啡 这没有一定的 你也可以自由搭配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 线条与色块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变化 让我们袋子呢就不会像这样四四方方 方方正正的就比较无聊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这一咖 那其实它难度不高 它这咖的难度其实就在于版型 就是说这个版型它比较特别一点 你们要自己 自己要研究一下 所以呢它的版型其实就是长这样 有点像台湾的感觉 它版型要这样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在制图的话呢 这个六角形要先把它取好 取好之后呢 你看你的斜线要怎么斜 然后看你的肚子要有多大 然后你的带身要多小 重点呢是你这一条线 跟这条线呢要一样长 要你这样一片一片去接 你才能够把它接起来 这样懂吗 所以你的长度要一样 那我因为贴了口袋嘛 所以我就是 我们就是在裁这个口袋的布料 把它放上去 那如果你不想要做配色的话 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铜色去接 那当然呢 你的那个礼布也要像这样子 总共要有六片 好那你要有六片的话呢 我们在剪布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件事 也就是说呢 以前我们的带子啊 都会常常正正相对 然后一起剪 就是一次剪两片 有没有 就这样一起剪 这个是不行的喔 我们这个的话呢 要每一片都是 你的版型放着 你的版型放着 你就是要一片一片 这样一直排 排过去 所以它每一片呢 都是长一模一样 不会有这种相对的样子 不会 就是它每一片版型 它都是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看到 它每一片版型 尤其是你是选有花布 有图案的 你要特别注意 你的版型不要正正相对去剪 一定要一片一片都是在正面 相对的你的秤 那个布秤的部分 你要贴在它的后面 这个是布秤 你也是要刚好说是这一面 然后它就是这样一块一块一块 你不要对着去剪 你就是要一片一片这样子去处理它 就剪布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呢 提袋的部分呢 就是像这样子 那因为我忘记 要教大家 我就先车好了 所以我又用了一个小块的 等一下教你们大家 怎么车替代 所以当我们把材料呢 都准备好之后呢 其实它因为它的那个步骤 都是比较重复的 所以我有先车一半起来 就是说三片连起来 这三片连起来 我已经都先车好 那我就是教你们另一半 然后我们再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当它三片连起来 就会像这样子 好啦 废话不多说了 虽然已经也讲很多了 可是就是重点 就很多人很爱留言说 我讲了很多不相干的话 不然呢 我就是喜欢讲不相干的话 对不对 就是说我有的 我觉得比较不无聊 你们觉得不喜欢的话 你就快转 你就看后面 不然你就转台 不然我也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 配合你个人的喜好 就是要一中规中矩的讲话 我没有办法 请配合我 毕竟是 毕竟就是大家教学 就是轻松快乐为主 对我来说啦 手作就是轻松快乐为主 你要教我很一板一眼 或是那配乐 还是在那边干嘛的 就是那个 我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 如果要那样我宁愿不教 好 那我们先来教大家怎么车这个提袋 好 那车这个提袋呢 首先呢我们就是 表布跟配布都各减一块 那你 如果你是选素面款的人呢 你就有三个颜色 三个颜色的话 你喜欢拿两色配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主要布料 这个上面这一层呢 我们贴个布衬 好 那下面这层就不用了 因为酒袋布其实还蛮厚的 所以你可以不用再贴的那么硬 好 我们就呢 我们在烫布衬的时候 顺便把这一面呢 先把缝分烫起来 烫一边就好 另外一边不用烫 然后沿着这个边边把它车起来 车起来之后呢 把多余的缝分剪掉 我发现我最近怎么 常常在讲说 那个别人 你们看片不喜欢就算 因为 可能是频道越来越多人看嘛 那留言也越来越多 那总是会看到一些让我觉得 啊不然你是不要抓那种留言 所以我还是变 每次抱怨一下 我要尽量控制我抱怨的那个次数 那你们就不要一直留言 给我看到 我才不会一直想要抱怨 好 然后呢我们翻到正面的时候呢 你就留一个0.1 留个0.1 然后呢 车在这个边缘上 留个0.1 让它有点香边的感觉 这样子呢你的那个 提带呢 就会有一个细细框边的 漂亮的感觉 像这样子 有没有 这样看得到吧 像这样细细香边的感觉 那刚刚我们不是说 这边我们先烫好吗 如果你先烫好的话 你现在就很好折 只要把它折的这边呢 也差多 让它0.1 然后再从正面压线压过来 这样你的提带 就可以很轻松又漂亮的完成了 有没有 箱边的这个 就可以很轻松又漂亮的完成它 有没有 这样我们提带是不是就是 可以有香边的感觉 然后挺度又够 所以呢 你把它加长就是像这样子两条 好 那我们提带就是拿起来 先做起来备用 好 接下来我们要备用的呢 就是我们的口袋 好 那口袋呢 它也是斜斜的 不要怀疑啊 因为我们这个袋子本身就是斜线的 所以我们口袋呢 就把它车起来 上下车起来 你这个形状喔 你不要一下子会想说 我的上下左右是哪边 左右呢 就是有曲线的 上下就是直线的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就把上下车起来 跟里布车喔 然后呢 下面这里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 当我们正正相对要翻到正面的时候呢 表部要让它多一点 你翻到正面会比较漂亮 所以呢 当它是平平的时候 我们不要这样车 我们把里 把这个表部呢 稍微往上挤一点点 让它有一点点弧度多出来 有没有 碰碰的感觉有没有 好像碰碰 上面 碰碰 碰碰的样子 就是让它表部多一点点出来 然后呢 里布让它 让它有点 这边痛出来 这边痛出来 表示它这里呢 会少一些 这样子等一下我们翻到正面会比较漂亮喔 像这样子 让它蓬蓬的 没有关系 然后剩的缝分一样把它剪掉 再把它翻到正面来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碰碰的那个效果呢 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它的里布不会像这样子痛出来 有没有 才会里布也会很平整 好 这时候我们就从这里压线 压0.1 话说现在是半夜3点12分 我通常都会忙 因为像我女儿现在那个毕业 然后再加时间 这段新的学校还没开学的时候 这段时间比较闲 我就会陪她聊聊天啊 讲讲话啊 我觉得说陪孩子聊天讲话 还是陪我们的亲人 长辈啊聊聊天讲讲话是很需要的 所以呢 我就在事情做完之后陪她聊天讲话 然后等我再把其他事情 该洗衣服预约之后 我才有办法来这里拍影片给大家看 所以此刻外面正下着毛毛雨 下着那种下雨 有听到下雨的声音 其实还蛮浪漫的 好 你看喔 我们的表布因为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里布呢 就不会痛出来 因为你痛出来就不好看了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把它压线压起来 它就会很完美 然后连里布都很平整 有没有看到 它这样整块有没有 正反面都很平整 就是因为我们上面这个表布 有砰砰的关系 好 那我们的里布 我们的口袋做好了呢 我们就可以先把它 压在 它的身体上 好 那 因为这个我有出材料包 如果你们有材料包的话 上面板型会标示口袋位置 那标示的口袋位置呢 你们就把它的上圆 口袋的上圆 对准这个位置 然后呢 把这四边压线压起来 跟它的带身做结合 好 这样子 那你在车子里的时候 是尽量车在同一条线上 还不会这样 看这个很粗糙 好 有没有 我们就把这个带身啊 这个真的很像 这个真的很像台湾耶 好 有没有 这个版型 还蛮可爱的 弯弯的 然后就还蛮可爱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跟这个 它的好朋友们 一起 一起车起来 那你要车的话呢 我自己的习惯是从带底开始车 那如果你要从带口开始往下车 也是可以 随便你 你喜欢就好 好 反正呢 就是你只要一开始版型有画好 然后我们车的时候 不要太 不要把它拉得太紧 好 你通常不会太糟精 车到这个弧度的地方呢 好 这个弧度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缝份的 上面这块缝份 剪个小小的牙口 不用剪太贴 也不用剪的过多 剪个几个牙口 让它好翻过来 好转 这个弧度 比较好外的 比较不弄 这样把它拉过来 就把它转过来 然后把它扯起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接另外一片 好 接另外一片的时候 记得下面缝份要打开 打开 打开 因为等一下我们的缝份都要烫开 所以你记得缝份要打开 然后再来车 这样不对 怕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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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这样车的话 这样两边都是点点的 你们在车的时候要注意 我就想说奇怪 我怎么觉得哪里怪 这个素面的要接点点的 因为我们一片一片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 在接的时候有时候 就要自己稍微看一下 不要车了又像我一样 刚刚想要乱车一通 好我们就把它接起来 所以其实这个 做法不难 其实多一点点细心 我们就注意一下说哪一片 要接哪一片把它注意好 然后呢顺着这个弧度把它车过来就好 我拉太紧了啦 其实这酒袋布有一个好拆 就是说你硬给它拆开 它还不会太容易变形 这就是酒袋布的好处 我刚拉太紧了 拉太紧的话上面就不太平 所以有时候你车东西的 不要挤 不要觉得说我怎么技术这么差 我好像都车得很丑 像我这样天天车啊 我都做了两三个样本了 我还是会有车不好的时候 所以就车布好是很正常的 不要太苛责自己 我们就是车布好 想拆就拆 不想拆 你就给它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等一下带口修齐就好 好果然 剪布的时候没剪好 这时候带口你就把它修齐就好 你看我这两片平均都有多一些 所以到时候我给你们版型 会量得很仔细 所以你们放心 放心大胆的剪 只是我这个一开始剪的时候 我就是给它庆拆嘎嘎 好当我们这样子缝完的时候呢 我们等一下要先去烫 把它烫开 你们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先去烫 比你整咖都车完的时候再去烫 还要好烫 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里布 也要把它车起来 那里布就再车一次给大家看 也是要把它对好 你不要乱车啊 不要看到两片弧度 你就一对下去就车 一定要一片直的一片对着弧度车 那因为里布呢是结纱棉比较软 所以我们没有剪牙孔 转起来还是很漂亮 然后车完这个之后呢 我就要去烫一烫 这样呢我们整咖袋子到完成的时候才会漂亮 有些袋子呢你没有先烫没关系 有些袋子就必须先烫 你之后会省的比较 会比较省麻烦 很难烫 你烫的正面然后背面瘦掉 那种感觉就很讨厌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现在把它 车到这个寒棉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烫一烫 好 就这样咯 每一片呢我们都是先车三片三片 烫完之后我们再回来把它们接在一起 OK 好那我就先离开去烫一下哦 好我烫完回来了 当我们把缝份呢全部都张开把它烫一烫 所以我们在烫这个的时候呢 你们熨斗呢先从这里先烫过来 两边都烫完之后再把它翻过来 从这里再烫过去 这样会比较好烫一点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把它们 先看一下有没有错 还有如果你是选素面款的话 它的排序跟你原先想的有没有一样 好先检查一下 我们再来把它车在一起 那车在一起呢我们就从袋底的这个尖尖的地方呢 用珠针 用珠针直接把它插过去 然后呢带底的这个尖端跟这个尖端呢 要合在一起 好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车呢 通常呢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就是一整圈这样车 可是呢因为我们尖端要合得漂亮呢 有时候你从这边开始车的话很容易歪掉 所以呢我们就从中间开始车 也就是说呢 我们带底固定好的这个尖端的部分呢 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开始车 我们分两段车 那车上来我说你的底部比较漂亮 才会说这个尖尖的地方它会保持在比较 不会跑掉 那个六片的那个尖端 那个中心点才不会歪掉 比较不会歪掉 即便有时候你插这样 珠针都已经插好了 它还是会歪掉 这就是人生啦 没有什么 就是有时候你比得很好它还是会歪掉 那就是你要更完美你就拆 不觉得还可以你就那样子过 只是说我们从这里是减少 避免它误差太大 然后呢我们就从这里这样开始车 那当然说像这种六片啊 它的颜色又不一样 你能够把它接得漂亮那就是最好 也是考验一下自己的技术嘛 简单的东西车多了要车一点点 有点难度的 好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 把这个一样减压孔 慢慢的把它绕过来 好 然后呢我们再从中央的这一面 我们刚刚那面已经车了对不对 我们再从中央的另外这一面 再车到带口 从带底再车到带口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侧边的部分呢 其实这一咖也没什么侧边不侧边的 它就是一整圈嘛 只是说现在我们先暂写说它是侧边好了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呢 左右从带底车到带口 分两次车 让你车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反正你车一次把它车起来也没奖品 对不对 又比较不好车 那倒不如我们就分两次车 对不对 慢慢的车 因为我之前说过 我镜头很怕拍到我的头发 所以我现在都离得很远 我现在离它大概超级远的 在这边车这个带子 不然我怕太近的话 因为没什么人可以帮我拍 所以就是我都自己一个人来 所以我就是自己把手机稍微固定住之后 我就开始拍了 所以我要离它远一点 我就离裁缝车超远的 真是逼死我的老花眼还这样子 好我们接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它现在有点像那个热气球的感觉 热气球是直的 可是它有点那种旋转的感觉 所以它的名字 我帮它取名叫旋转热气球包 好这样子呢 我们这一咖带子呢 表布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车里布 然后车里布呢 一样袋底 好分两次车 这个从袋底到袋口 我们分两次车 然后一样把这个尖端呢 先把它固定起来 然后就开始车啦 车完这边之后 我一样还是会离开先去把它 这个缝份烫开 因为你表布跟里布 如果你车在一起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做熨烫了 所以等一下 这个侧边我们车完的时候 一样要先 我一样要离开先烫一下 只是呢 到这个时候 我们要记得要留 反口 留在这个侧边 不要一直车哦 然后你车到最后 忘记留反口 你是翻不了到正面的 好我们就要留反口 那留了反口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从 反口呢 翻到正面来 所以这里 扣得拍一张 就是 会有一个反口 一个缺口的部分 然后再从袋底 从另外一边车 所以呢 其实这个 是不是难度不高 只是说你要稍微细心的注意一下 说它 每一块接的这个 这个位置 就这样而已 好难度不高 只是它容量很大 这出去玩啊 还是当购物袋啊 还是说 装一些小型的玩具 有没有 其实很方便 好 像这样子呢 我们测完之后 这里记得留一个反口 这个时候 我就要再去熨烫一下 待会见 好 当我们枕探完之后呢 它的缝分都张开 你就会看到表面 非常的平整 像这样子 然后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板型的关系呢 它的带身肚子这里 会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呢 带口会有点点缩进来 你这样看 可能感觉不出来啦 不过 我看是看得出来 就是 没有很大 就是 如果你要让它 袋口更小的话 你就是每一片平均 都要往内缩 这样子 懂吗 那它袋口就像花苞一样 这样子合起来 只是说呢 我们真的在拿袋子的时候 提袋 有时候你太 你袋口缩得太小 有时候不太好放东西 就插在这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 提袋的部分呢 放上来 那我们再放提袋的话呢 你就注意啦 我们先把袋子呢 翻到正面看一下 诶 大概就是这个 中间的这个两个位置 就是一格 一片的中间的 它的左右两边 然后对称过去 它的左右两边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放提袋了 好 提袋呢 我们就从 就要正正相对 正正相对 然后把提袋呢 车上去 先固定起来 所以其实这样看就知道 这个袋子 本身就是 因为你裁剪的关系 它看起来就 很有立体感 然后很有 动感嘛 对不对 好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因为可能是说 每次都做四四方方的袋子 然后每次都是直线的剪接 或是很那个的剪接 感觉有点无聊 所以就做一点不一样的 看起来就效果不错 很有设计感 然后呢 就把我们提袋接上去 先固定好 然后呢 我们就要跟那个礼布一起车 礼布就要登场了 好 这样子呢 把提袋固定完之后呢 我们礼布刚刚也接好了 然后呢 我也把缝份烫开 这是缺口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把它塞进去 那塞进去的时候 然后我刚刚讲了好几次 它的肚子比较大 有没有 跟我同样 不一样 就是这个身体 这个下面的地方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塞进去的时候 稍微给它折一下 先把它这样对折之后 我们再放进去 这样你会好放一些 才不会把它的袋口 撑到变形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 我的带身的 我的表部的这个 这个斜线跟我里部的斜线 是不同方向 好 为什么要不同方向呢 首先呢 我不喜欢缝份 都在同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都斜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 表部里部的缝份都在这里 那它会比较厚一点点 那也不是不行 就没有什么不行 就是它会厚一点点 那接下来就是说 有时候你在剪的时候没怎么注意 它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就是 反正就会不同方向 那不同方向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它缝份会错开 缝份错开的话 表示你的整个袋子呢 它就那个缝份的地方 不会说厚的地方特别厚 薄的地方特别薄 这就是它的好处啦 然后呢 我们就来把袋口全部 车一圈 慢慢把它车起来 那因为这个袋口 它的布料的部分 布纹方向是有点斜 斜布 所以在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拉扯 我们就是顺顺的车就好 你不要拖子扣扣扣 因为我们这个布纹 它是有点斜 斜布纹 版型的关系 你裁布的时候 自然而然 那边是斜布纹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车过来 然后平平的把它车一圈就好 只要你不要用力拉 它都不会太夸张 我们就这样顺顺的车 有些人是不知道为什么 吃太饭还是怎样有 蠻奇怪的 你就这样顺顺的车就好 然后就这样慢慢的一圈车完 就快要完成了 那如果你觉得像这样突突的尖尖的 你看到不顺顺 你就把它剪一剪 要不然其实完全没有差 它完全不会阻碍到你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寻找这个缺口 然后呢就从袋底 把它翻至正面来 那袋底呢 我们就先把它抓一大把 手在那个里面抓一大把 然后慢慢把它抽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酒袋布它比较厚一点点 像这个防泼水 它布底也是酒袋布 它比较厚一点点 所以你不要细细的拉 你就抓一大把把它拉出来 接下来呢 先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哪里接错 哪里车错 看看有没有哪里古怪 如果都OK的话 我们就要把袋口车起来 那如果没有古 如果有奇怪的话 我们赶快该拆的要赶快拆 检查一下哪里错 那袋底也接得很漂亮 算是蛮漂亮 而且这里刚好一个圆 所以就是还可以啦 差强人意 没有到十分完美 但是已经也不错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翻到 这个面 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 整个袋子 你从这里看 就看得出 它的袋子的身体比较胖 然后袋口有一点点微缩 有没有 感觉还不错 身材还不错 然后呢 我们把袋口起来整理一下 之后我们就来压线了 那压线就压个 0.5 到0.7 其实都还OK啦 那我们在压线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里布 不要让它跑出来 那不要让它里布跑出来呢 就要用 就要 从你的左手边的这里往后拉 让它往这边 你有时候在这边搓不进去 你 从这个下面 这个底的地方 有没有 这个底的地方往后拉 像这样子往后拉 它就会被你扯进去了 那你右手呢 要固定住 然后左手往旁边拉 它的那个里布 会跑得比较边一点 才不会那个怪怪 你要是觉得在这边 戳不开 觉得说里布怎么 感觉还是 跑得很上来 你就记得 从下面往旁边拉 往左边拉 它里布就会 跑到下面去 多了一条线把它剪掉 有时候我们带孔 就是唯一 就是比较正面 可以看得到的 很多线 很明显 戴口没有车好的话 你整个袋子 都是丑丑怪怪的 所以我们戴口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 最后收尾 中六八折就算了 你尾巴做不漂亮 就感觉不太好 我们最后呢 总是要来个 漂亮的Ending 有没有 所以就是这个 戴口的部分 就车慢一点 慢慢的把它收漂亮一些 好 车完一圈了 那记得我们在车 剪这个线头的时候呢 把线稍微用力拉 往上拉 然后剪了 它就会缩进去 你的线头就不会 好像一根小刺刺一样 有没有 在留在上面 它就会很紧贴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侧边的这个 这个缺口呢 把它缝起来 那如果你想长针缝也OK 那想要这样子 直接把它车起来也是可以的 好 就看你 像这一咖的话 其实还蛮适合长针缝的 就是让它就是 整咖正反面都完美无缺 有没有 都是很漂亮的线条 那再说一次 长针缝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交过了 所以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 所以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 好 翻到正面来给它瞧瞧 这看带子真的是 就是 我跟你讲 越看越耐看我不骗你们 因为 比如说你们看照片 可能觉得它没有什么 它真的食品看起来 比照片看好看太多了 而且拿起来 蛮时尚的 重点是它容量真的很大 你看超级无敌大容量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往内丢 但看起来小玉西瓜流 还是放一些那个面包也蛮适合的 放那个法国面包 有没有 还会痛出来 有没有 你看 像这样子的带子 有没有 它就是简单又好看 然后呢 带底呢 就是有点胖胖的 油大 容量大 肚子大 然后带口小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还蛮完美的一个带型 然后呢前面就是有这个三个 这个斜斜的口袋 那斜口袋有个好处 东西比较不会跑出来 因为你放进去之后它会卡住 就还不错 然后呢就是 它像这样子的点点跟素面的结合也OK 你要素面跟素面不同颜色的搭配也可以 那如果你喜欢整咖都是同一个图案 就是让它都是同一个颜色 当然也可以啊 你喜欢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呢像这样子有点斜线呢 的这个设计 然后底是六角形的这种设计呢 呃我是觉得 做起来还蛮漂亮的 而且难度也不高 然后又比较别致 然后不同的色调呢 它像 因为我还有做其他颜色 拿到那个公司去了 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 像这个墨绿色也很漂亮啊 所以就是 喜欢的话都 都可以自己做做看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会手做就是有这个好处 好啦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现在接近四点 快要四点的感觉了 所以呢 也就是要跟大家说晚安 然后 喜欢的话 赶快自己做一个吧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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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